你看過這麼多的客戶 很多客戶來他們都是 比方說他們是想要做這種 性別重製手術啦 那些性別重建手術啦 對 那你 你當下 比方說接到這樣子的客戶的時候 你會用一個什麼樣子的心情去 其實 我在醫院當然是應該是說 最早接觸這些人 對啊 但是這些人到了醫院 要做所謂的 在性別重製術的時候 他們已經經過了這個 精神科醫師兩年的診斷 所以 變成說 我們對他的一個過去 或者說什麼 已經蠻確定的 對 所以這個性別重製術 我們在醫院做的 大概就是這些 所以就不需要再去過問太多 因為其實基本上他們都有一些 醫學證明 對 就我自己以前傳統觀念 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把下面也用掉 它就是一個 是不是只有這個手術而已 還是說是不是還有分一些 我們所謂的性別重製術這個名詞 就是要改變性別 有的人認為說 我是恢復我原來的性別 或者說 轉變改變性別的手術 所以這牽涉到一個東西 叫做性器官 性器官 所以這要 所以男變女的話 那男生要把陰莖切掉 然後做一個陰道 人工陰道 那第二個就是說 女變男的話 那就是要把他子宮或者陰道拿掉 拿掉 再做一個男性的陰莖 這叫做性別重製 那如果今天只有做上面胸部呢 那胸部是第二性針嘛 那所以他 基本上 他不需要兩年的精神科醫師的同意 你只要意願上同意 就可以做這樣的手術 就比如說平胸手術 那這些就是一些 等於說你強化性別的一些手術 那接下來比較多的那當然就是 所謂的臉部的一個強化 現在還有到 我聽說是什麼髮際線嗎 然後鼻型嗎 下巴嗎 因為女性和男性在臉部的特徵上 還是有差別的 比如說 女性的話 他很要求比較有飽滿的額頭 額頭 對 然後他喜歡有明確的雙眼皮 我碰過一個case 就是一個小男生 他長得很秀氣 然後他還要求割雙眼皮 他是非常單的一個單眼皮的學生 那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手術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希望看起來有精神 可是 他不要雙眼皮 他要內雙 內雙 所以他 那我就會探討他心理上是怎麼想 原來他 認為他要告訴人家說 我是男生 我的雙眼皮 我只是要看起來有精神 但是我 太大的雙眼皮 會讓人家覺得 太女生了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雙眼皮也跟這個 性別強化的手術有關係 是耶 就好像鼻子一樣 男生 會來做鼻子 女生也會來做鼻子 但是 鼻型上 男生和女性還是有點差別 還是有點差別 你的人他 你把他做得像有點劉德華一樣 有點陰溝 男生可以接受 可是陰溝鼻 對女生來講 其實是有點扣分 對 太陽剛的感覺 所以他就希望做一個比較那個 所以鼻子的手術也是可以說 是一個臉部強化性別的手術 喔 那等一下 那說到鼻子手術 因為我本人的鼻子 是高醫生生出來的 然後 我其實蠻 我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我身為一名變裝皇后 我如果做一個太男生的鼻子 去舞台上其實是扣分 所以其實高醫生幫我做鼻子 是比較秀氣一點 對不對 那可以順便請高醫師 幫我們講解一下這個完美的臉型 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對 其實完美的 我們所謂的臉型的一個五官的比例 對 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謂的三挺無眼 三挺無眼 就是眼睛的距離 1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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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無眼 那三挺就是這個前額 中挺 三挺 對 都是1比1比1 那這是所謂五官的比例 那就臉型來講 我們就要提到一個叫做黃金比例 就0.618 也就是說這個臉的長度 和臉的寬度 它是1比0.618 嗯 還有呢 這個臉的寬度 和你下額的寬度 因為我們現在所謂的理想臉型 都是所謂的瓜子臉 或者所謂的鵝蛋臉 那也就是說這個下額不能太長 它的比例也是1比0.618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把一個人 不管你是男生和女生 你要到一個標準的 或者是正常的 讓人家不覺得奇怪的臉型 都要根據這樣子的比例來去做 就是比較符合大眾生美觀的一個主流的臉型 但是你如果男性化 女性化 那又有一些強化的手術 比如說 肖骨手術 對 都就是柔性化的一個手術 或者髮際線前移 嗯 那 眉毛 抬眉手術 其實我剛剛講的雙眼皮手術 其實 都是 強化一個 性別 或者說 讓它更美麗的一個手術方式 喔 這樣可以請醫生幫我分析一下 要這樣嗎 我覺得好可怕 殘忍喔 可以請醫生幫我分析一下 我本人的臉型是比較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三庭 這個五眼 其實的比例非常幾乎都大完美 但是 就是 對於那個恐怖的 這個黃金比例 六一八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現它的臉 臉 它的比例 我們要說臉比較長 或者說是兩頰稍微凹一點點 但是真的是只有一點點 稍微偏長一點點 偏長一點點 對 所以為什麼需要有高醫生 因為每個人都必須要 帶過去了 還是美麗的 對 所以這是一個筆 數字應該是不是一個數字而已 了解 我想請問你就是說 你做完這次 鼻子的手術 對 你覺得 好處在哪裡 缺點在哪裡 那 還有就是說 你心情上的改變 因為小時候我就是很沒有自信 所以我才會當變狀行 因為變狀行是一個需要培養自信的一個職業 可以幫助你培養自信 那 其實當我做了鼻子之後 我覺得他其實 就像高醫師剛剛說 其實每個人對於美有自己的定義 其實我心目中有一個最美的自己 那我在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我覺得他就是更貼近我心中的那個自己 不管是 比方說今天是性別重製手術也好 他做的手術就是為了要讓他的外觀 跟他的內在結合在一起 所以 再換到我身上 鼻子做完了之後 我也覺得更靠近我心目中 我覺得漂亮的樣子 所以在做完手術之後 不管在生活上 工作上 都會更有自信 然後 包含在事業啊 我覺得這部分是 你會更有勇氣去追求你想要的 不管在事業上面你就是衝 然後你會知道說 我今天是漂亮的 我今天是很有自信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一直在影響著我 做完之後的每一刻的人生耶 對我覺得 其實當一個整型外科醫師 我們所希望得到的答案 就是像有人打這樣子的答案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活得快樂 不管是整型的話題 或者是性別的話題 大家都要活得快樂 沒錯 我覺得這是不便的 沒錯沒錯 謝謝 謝謝 很棒